早上幾百人打完蛇餅 沿著街圍圈 塔石體育館的檢測站也一樣 另一個檢測站陪正中學 有近百人排隊做檢測 有人不滿鼓掃 他們說預約的就排來這邊 又不想出來這裡 我八十幾歲 我老公九十幾歲 幼血跌走都回來這裡 你說是否很可憐 是否把我們老人家來這樣摧殘 你政府怎麼安排 全民檢測站有四十一個 當局呼籲預約了先檢測 不過系統朝早一度運作不到 月澳出入境要十二小時核酸檢測證明 在關閘口岸 清晨有大批人排隊先檢測 甚至要睡在街上 澳門反港方面 本港站停了回港二 抵港之後必須家居檢疫十四天 有醫生認為可能要做多一步 其實應該盡可能在酒店檢疫 就不要在一些譬如說家居檢疫 因為家居檢疫也是有風險 我們要看看澳門的疫情真的爆發到多厲害 如果去那個真的有一個比較大型的爆發 我們不能夠容許這些譬如說回來的人 在家居檢疫 梁紫超說澳門一次全民檢測不足以控制傳播 要不斷排查應對疫情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 一個43歲的男人初步確診新型肺炎 消息指他的樣本